青年论坛要大谈该如何解决青年 面对的低薪高房价等问题 而柯文哲就再度抛红菜 政府产业转型失败 还欺骗百姓才会害惨台湾的青年 而后一则认为若两万不和平 想要解决青年的困境 根本是免谈 2024大选谁能解决青年 低薪高房价的困境 柯文哲和侯友宜 以及赖清德出席青年论坛 彼此较劲抛出证件枪票 柯文哲开门见识 点出问题所在 要解决青年问题 产业转型和政策规划 势在必行 柯文哲更批评蔡政府 不但没做鬼还欺骗百姓 因为政府都在骗台湾人民 两岸关系不解决 没办法叫CPTPP 我们台湾先发两三备券 再发五备券 再发六千块 再发三万 或者发钱 什么事都能做 这才是国家的危机 侯友宜则认为两岸若不安全 想要让经济好转根本免谈 他打算这么做来帮青年 两岸不稳定 你一方 后冒后冒你怎么谈 你都没有办法谈 我一定有能力 来面对两岸关系 让它稳定下来 如果自由贸易里面 包括我们的服务业 未来都能够国际化 那其实我们的薪资 就可以自然体现 为什么科技业的薪资 会这么高 因为我们科技业 几乎两个国际化 总统参选人们 各自抛出解决问题的解放 但谁能吸引青年 恐怕得各凭本事 记得 西洋路士国豪 SNS小组台北报道